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硬汉为妻子报仇团灭了整个黑帮 结果发现自己杀错人了的喜剧动作片正以歧视 大家好,这里是王弟讲电影 故事要从一辆自行车说起 这个女孩因为停车不规范 没有把自行车停在车棚里 导致她自行车被一伙盗贼偷走了 女孩父亲马库斯是一名优秀的军人 这天,她沮丧的打电话告诉家人 上级又给她发布了新任务 原定的回国计划要延迟三个月 女儿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开心 因为她的自行车被偷 母亲只能开车送她去上学 然而,家里那台老爷车 偏偏在这个时候无法启动 母女俩一和解,干脆逃学一天去逛街 另一边,数学家奥托正和自己的搭档伦纳德 向委员会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奥托知道,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我们的生活也会发生改变 因此,她和搭档历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就是为了证明大数据可以预测未来 然而,想法是好的 但想要实践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年的时间里 她的研究只统计出了穷人开现代 富人开奥迪这一结果 这个鸡肋的答案 委员会当然不能接受 当天就把奥托和她的研究团队开除了 奥托不甘心地收拾东西乘火车回家 无聊之际,她留意到前面车厢里 有一个脸上带纹身的光头 还看到一个男人把没吃两口的食物 扔进了垃圾桶 真是浪费 到了下一站 马库斯的妻子和女儿上了车 刚逛完街的母女俩准备回家 奥托像绅士一样热情地起身让座 母亲这才得以歇脚 哪成想 下一秒 当奥托再次起身时 眼前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这次事故导致在座位上的11名乘客当场死亡 其中就有女孩的母亲 父亲马库斯得知妻子遇难后 立马放下手中任务回了国 医院里 侥幸逃过一劫的奥托 看见女孩正在接受心理辅导深感愧疚 如果当时自己没有让座就好了 这样女孩就不会失去母亲了 回家后 奥托换掉脏衣服 她的右臂瘦得皮包骨 貌似还患有小儿马帝 看来奥托也是一个苦命之人 此时 电视里正在播报此次事故的新闻 警方认为这只是一次单纯的意外 奥托却惊讶地发现 当地黑帮的头目 以涉嫌谋杀的罪名被告上法庭 而指证黑帮头目的证人 正是自己之前留意到的光头 可现在光头已经在事故中死去了 出于职业敏感 奥托立马通过大数据开始计算 最终 计算结果显示 在交通事故中 遇害者刚好是污点证人的概率 只有两亿分之一 因此 他认为这绝非是一场意外 于是 他当即赶向警方报告自己的发现 还提到 当时列车上有一名非常可疑的男子 他刚好在出事之前下了车 而且价值14欧元的果汁和三明治 他说成就争了 然而 警察却根本不相信他的大数据 以为他只是个古怪的科学家 随便搪塞了一下就把奥托打发走了 与此同时 女孩整天沉浸在丧母之痛中无法自拔 作为父亲的马库斯想要安慰他 却不知该怎么做 由于他长期在外执行任务不回家 女儿早就与他疏远了 面对妻子的死亡 他也只能借酒消愁 晚上 女儿因为想念母亲睡不着觉 然而 马库斯却连哄人睡觉都不会 只能把军队的那一套交给女儿 告诉他不要想太多 倒数500个数就睡着了 而奥托在报案失败后并没有放弃调查 他找到了搭档伦纳德帮忙 两人通过不断努力得到了光头的资料 于是 他们当天晚上就去拜访了马库斯 奥托对他说 你妻子的死并非意外 我当时就在火车上 马库斯一听 当即把两人请进屋详谈 根据奥托掌握的资料 光头生前是一个绰号老鹰的摇滚歌手 并且患有严正的强迫症 他每次去健身房 都要用同一台跑步机 每次坐火车 也必须坐第二节车厢的第二排 杀手一定是得知了他的习惯 所以才制造了这场意外事故 在旁人看来 就是一场偶然的碰撞 但事实上 这与前不久发生的谋杀案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定是当地黑帮 为了清除污点证人而故意制造的 而那个在事故发生前 就扔掉三明治 慌忙下车的可疑男子 很可能就是黑帮派去的杀手 马库斯听后 瞬间觉得奥托的推理很有说服力 于是他也决定要让杀死自己妻子的人付出代价 通过调查监控 奥托得到了那名可疑男子的照片 然后他们又找到了人脸识别专家胖子帮忙 其中 胖子并不愿意帮助他们 但很快 他们就用一个大号披萨把胖子收买了 而胖子也果然不是盖的 根据奥托提供的照片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匹配度99%的男人 可对方却来自埃及开罗 一个埃及人怎么可能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作案呢 在奥托的要求下 胖子把罚值调到了95% 终于在本地匹配到了一个男人 而他就是奥托要找的可疑男子 马库斯这边 他和女儿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原因是 医生觉得马库斯患有战后应急障碍 应该及时做心理治疗 可马库斯偏不听 结果登天晚上 一名男子骑车送女儿回家 马库斯一激动冲上去就给他一拳 男子下得骑上车赶紧跑 后来马库斯才得知 对方是女儿的男朋友 他想要跟女儿道歉 但女儿却把自己锁在房间不给他开门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马库斯决定 请女儿的男朋友吃肉酱一面 这时候 奥托带着自己的小团队又来找他 他们把查到的线索拿给马库斯看 那名可疑男子叫帕尔 是一名电器技术员 专攻火车零部件 对火车十分了解 因此 不难推断托 正是帕尔对火车做了手脚 才会引发这场事故 更重要的是 新闻里那个被告上法庭的黑帮头目 和帕尔竟然是亲兄弟关系 如果对方是为了帮助血亲 除掉污点证人 才制造了这场看似是意外的事故 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马库斯露出了一抹 不易被察觉的微笑 这代表有人要遭殃了 几人立马开车 驶向了帕尔的住址 尽管胖子提醒众人 我们这是在和整个黑帮作对 但有马库斯这个硬汉给他们撑腰 几人根本不怕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目的地 马库斯走在最前面 敲开了帕尔的房门 可当他说明来意后 帕尔却直接掏出了手枪 让他们滚 几人只好兴兴离开 然而 人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马库斯转身冲进房间 直接扭断了帕尔的脖子 让他永远失去了拿枪指人的能力 这时候胖子也来劲了 既然杀了人 那就不能给警察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伦纳德戴上手套拿出清洁剂 仔细擦除了马库斯留在现场的DNA 临走时 却发现屋子里还有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 他目击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没想到帕尔还是个gay 两人面面相去 出于对男性同胞的尊重 伦纳德最终选择默默离开 晚上 马库斯回到家 发现院子里停着一辆小绵羊 意识到是女儿的男朋友来了 赶忙进屋热情款待 并对上次冲动表示抱歉 女儿的男朋友非常善解人意 虽然被打成了乌眼青 但并没有责怪马库斯 还说他非常理解老兵的难处 原来男孩的母亲是一名心理医生 女儿也说想让爸爸接受治疗 但马库斯还是拒绝了 不久之后 一则新闻引起了马库斯的注意 因为光头这个重要的污点证人已经死去 被指控的黑帮头目最终五罪释放 电视里 高兴的黑帮头目说要开派对庆祝 可对方越高兴 马库斯就越生气 第二天 他叫来了奥托等人 想请他们一个不漏的查出所有关于黑帮的资料 他要铲除整个黑帮为妻子报仇 而奥托等人早就对黑帮感到非常不爽 得知这次几乎是有去无回 他们果断加入了马库斯的复仇计划 可临走时却撞见了放学回家的女儿 女儿忍不住上前询问父亲 为什么跟一群怪大叔在一起 鸡贼的伦纳德赶紧说 他们是马库斯先生的心理医生 女儿一听 当即把伦纳德请回屋里 让他帮忙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心理疾病 没想到 罗纳德还针对心理学有所研究 一番心理测试后 他判定 马库斯的女儿百分之百心理健康 只不过身材属实有点胖 女儿说 这算啥 看我给你表演一个道理和可乐 另一边 无罪释放的黑帮头目得知亲兄弟被杀后 对当时在现场的男孩进行了严刑拷问 最终得知 杀死自己兄弟的是马库斯一行人 此时 马库斯已经把家里的骨仓改装成了临时基地 专门为胖子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 让他尽快追踪到关云黑帮子资料 可胖子却嫌弃爱酒的CPU不好用 要求他们去把自己的服务器搬过来 于是 马库斯几年只得开车去一趟胖子的家 路上 伦纳德一直叨叨个不停 说他曾受过4000克时的心理学 觉得马库斯应该接受心理治疗 不耐烦的马库斯却表示 你再多说一个字 小心我不客气 有时候 不要脸也能保命 当几人到胖子家时 已经到了晚上 正准备开门 说不知一众黑帮喽洛 已经盯上了他们 在经过那名男孩的指认后 喽洛们确定了 他们就是杀死帕尔的人 于是立马掏枪开始突突突 好在马库斯反应快 急忙拽过同伴躲在车上 这时一名喽洛突然从侧房袭来 然而这个逗逼居然没开保险 马库斯冲上去一把夺过枪将其击杀 然后凭借他极高的战术素养 将喽洛们逐个爆头 男孩害怕极了 但马库斯并没有杀死男孩 反而带着男孩一起离开了 毕竟他也是无辜的 可现在他们该如何安置男孩 却成了问题 马库斯看他娘们儿唧唧的 干脆让他来自己家当保姆 每周工作30小时 多干活多加钱 男孩听闻 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解决了男孩的生活问题 他们就该去办正事了 胖子根据黑帮成员的危险程度高低 制定了一份杀戮名单 不过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黑帮头目 只有杀死黑帮头目才能结束这一切 但现在有点尴尬的是 除了马库斯 其他人都不会用枪 马库斯只好手把手教他们枪械的使用方法 几人的天赋各不相同 伦纳德射得很准 但他不会组装枪械 而胖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组装好一把枪 但他只会乱射一通 至于奥托 他残废的右胳膊让他根本拿不起枪 但他总是非常淡定 几人随后就这样草率的出途了 很快他们便截获了情报 黑帮头目今晚七点会与一名顾客在会所见面 这正是他们下手的好时机 事不宜迟 马库斯立马拉上几人开车出发 可这时候奥托却退学了 他觉得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还很可能会牵连到马库斯的女儿 他想劝说马库斯停手 结果 昏迷的奥托就这样被丢弃在路边 伦纳德解释说 奥托曾经历过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 那次事故导致他的右臂直接残废 并且他的女儿也在事故中死去 最终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以每当涉及到母女关系时 奥托总会变得非常敏感 几人来到目的地后 立马套上黑丝准备行动 却发现除了保镖黑帮头目还领了几个妹子 妹子和黑帮头目同乘一辆车 马库斯不想伤及无辜 只能眼睁睁看着黑帮头目离开 最后把气全都撒在了几个保镖身上 可怜的保镖们全部被马库斯抱头 胖子却被这一幕吓哭了 他也终于明白了 杀人并不是抠动扳机那么简单 回去的路上奥托已经醒了 一行人就这样心情沉重的回到了临时基地 第二天 伦纳德在与男孩聊天时偶然得知 最先被马库斯扭断脖策的帕尔 并没有乘坐过出事的火车 事故发生时 他一直都在跟男孩美羞美臊 伦纳德不敢相信的来到电脑跟前 重新搜索匹配结果 结果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帕尔这个倒霉鬼并不是制造事故的凶手 而奥托在车上看到的那个可疑男子 真的只是个埃及人而已 只不过他和帕尔长得非常相似 镜头来到埃及 那名男子回家后 跟家人抱怨国外的三明治真难吃 果汁的味道简直就像骆驼粪 所以他才吃一口就扔掉了 而马库斯妻子的死也只不过是个意外 伦纳德立马将这件事同时大伙 马库斯是最难受的 因为一个证据不足的错误结论 自己已经夺去了数十人的生命 却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没处撒气的他只能来到厕所卸份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就是一记头锤 当奥托赶来时 马库斯已经贪软在地气到发抖 周围一片狼藉 奥托赶紧把他抱在怀里 给予他大大的安慰 复仇计划就这样结束了 奥托安慰马库斯 你应该学会接受妻子的死亡 从容面对生活 毕竟你还有一个女儿 马库斯沉默了许久 突然他察觉有人闯入自己家 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 黑帮头目的兄弟和手下接连被杀 他怎么可能会就此罢休 马库斯赶忙回屋让众人躲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 房子遭到乱枪扫射 女儿害怕的躲在床底下 他的男朋友已经被抓了 随后黑帮头目带领几个喽络 闯进房子 马库斯躲过一把枪 开始在房间里不停的收割人头 一杀 二杀 三杀 超神 殊不知 床下的女儿已经被黑帮头目发现了 当马库斯来到屋外时 看见女儿正被黑帮头目挟持 他只好无奈的放下了枪 本以为马库斯的一生就这样悲伞的结束了 这时 奥托一行人举起枪 把黑帮打了个措手不及 混乱中 不知哪个傻蛋还射了女儿一枪 黑帮头目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和马库斯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怨 就这样 整个黑帮都被他们团灭了 女儿因为没有被打成要害 活了下来 事后 警方通过调查 认为这是一次帮派火拼 并没有向马库斯他们追责 就他一转 时间来到了圣诞节 一众人聚在一起喜乐融融 胖子一高兴决定作曲一首 而马库斯也被女儿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作为他的上单礼物 至于那个被偷的自行车 则被商贩卖给了另一个女孩 整件事情由自行车骑 又以自行车结束 看完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 那个数学家从头到尾都在扯淡 《正义骑士》 上映于2020年 由麦斯·米克尔森等主演 首先这是一部喜剧片 其次这是一个复仇片 再其次 这是一部呼吁大家 注重心理健康的宣传片 本片最著名的特点 是在犯罪电影中加入了黑色幽默 所有笑点都埋涉非常自然 每件事都能让人笑到头掉 但偏偏没有一件事是笑料 每个角色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 也都得到了自己的救赎 喜欢硬汉类电影的小伙伴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